您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宏达电表示今年要在中阶智慧型手机市场强势反攻 而且选择在MWC大展上亮相新机 董事长王雪红也亲自宣布 宏达电今年从第二季开始就会一路获利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亲针MWC主持新机发表会 推出中阶手机Desire816 5.5次萤幕1300万画素相机 搭配四核心处理器 颜色从红色黑色白色到蓝色通通都有 喊出要以高性价比强攻势战 创新是必须要被保护的 我觉得一个愿意投资在创新的公司 它这个过程是要真的是非常长久跟坚持 王雪红信心喊话 预告从第二季之后可以一路获利 新款旗舰机M8虽然没有在MWC亮相 但确定3月25号发表后 最快4月初全球开卖 由于财报表现本业恐怕连亏3季 内部预估第一季每股将亏2.1到2.6元 2月营收持续下探 在新机推出之后 能不能激励营运动能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2013年是一个挑战的一年 但是面对这个挑战我们也学习的非常多 而且进步的非常多 2014年我觉得是可以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年 根据供应链厂商透露 品牌厂今年实际开卖以Sony Xperia Z2 在3月中旬动作最快 三星Galaxy S5在4月11号上市 宏导电今年在供应链管理改善下 不想错失新品蜜月期 M8发表后 渴望10天内就可以出货到消费者手上 林宋春富 Type到